今天为大家分享一款简单又美味的大弯子 外酥里软,好吃一消化 比萝卜丸子还要好吃 营养又补钙 做法简单,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一大早去菜市场买了半斤小和虾 花了15块钱 大家说便宜吗? 我们买小和虾的时候要买这种新鲜活的小和虾 这种小和虾吃起来口感特别的鲜 接下来把这个小和虾处理一下 把虾头上面尖尖的用剪刀剪掉不要 这样我们在吃的时候就不会扎嘴 全部处理好,进行清洗 下手随便淘洗几下捞出来 放到流动的水下面再冲洗一遍 洗干净捞出控水,再放回干净的大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半根胡萝卜切成薄薄的厚片 再切成细细的粗丝 最后再切成胡萝卜丁 切好之后和小和虾放到一起 再放点切好的葱花 香里面打入两个鸡蛋 放盐调味 适量的鸡精 难得调味料 适量的胡椒粉去香增兴 充分的先把食材焯拌均匀 焯匀之后,放入两个搅碎的馒头 焯匀之后,往里面倒入200克生水 再分少量多次的添加普通面粉 边倒边搅 最后把它调成这种,用筷子调起来能爆成团不松散 像这样就可以 接下来,锅中多倒一些食用油 筷子放进来底部起小泡 这个油温是六成热 把我们调成的面糊,挤成小丸子 一个一个的放到油锅中 放好之后,开为中火 炸至定型,用筷子炒拌均匀 使炸出来的丸子颜色统一 最后一直把它炸至色泽金黄 用漏勺捞出控油 听下这个声音,哗啦哗啦的 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像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炸丸子就制作完成 大家看一下 外面酥酥的,一点也不油腻 里面也特别的渲软 添加了鸡蛋,胡萝卜,还有小和虾 营养非常的丰富 我已经馋到口水都流出来了 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听一下这个声音,就知道有多香 用小和虾炸的丸子,营养又补盖 比萝卜丸子都要好吃百倍 喜欢的朋友,您也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尝尝吧 绝对让你吃一次就念念不忘 用的食材简单 关键自己做的干净卫生 好了 今天用小和虾为大家分享的美食 就到这里 我每天为大家分享一道不一样的美食 喜欢我这个做法,请点赞收藏转发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